76岁资深歌手张琪淡出歌坛多年,今日她和演员妹妹张琴、侯丽芳及孙琴出席台湾师制政协会举办的公益记者会,宣布于国父纪念馆举办《忘不了我们的歌》演唱会,透过重现经典好歌,为师至家庭送暖。 不过张琪表示,这场演唱会将是她的告别作,因为前阵子生了场大病,在鬼门关前走一遭地她感慨说,先告别,总比措手不及来得好。 张琪表示,在疫情爆发,人人抢打疫苗时,她幸运地打到首批的莫德纳,却出现高烧于40度的状况,第四天还陷入昏迷,她苦笑说,那阵子先生直牙,体力又不好,我那时有61公斤,半夜打电话叫妹妹来帮忙,我不喜欢救护车的声音,听到会害怕,我妹妹跟我先生把我扛上车,一起送我去医院。 她表示自己烧了六天才醒来,后来才发现自己对次蛋白mRNA严重过敏,导致全身血管发炎,且她卧病在床期间,竟从空中看到自己躺在病床上,我在上面看着自己,连点滴都一模一样,妹妹张琪心疼说,这是濒临死亡的状态。 张琪说当时向神明祈祷,我这一生中真的很乖,我孝顺父母,孝爱公婆,我是个很乖的女人,如果迷觉的功德圆满,快把我带走,如果留下我,觉得我还能做一点事,请让我能渐渐恢复。 她难忘当时皮肤不满红斑,就连指甲都脱离,医生说她死里逃生,你还有多久,就端看你怎么重视自己的健康。 她表示人中有意思,我哭着来这个世界,我要笑笑地离开这里。 她三年前曾送医抢就14天,当时因应瘟疫接种疫苗,竟导致全身过敏,一度危及性命,回想当时她仍心有余悸,表示打疫苗后本以为不舒服的状态过几天就会好,没想到连续好几天发烧烧到40,41度,最后更陷入昏迷,幸好妹妹赶紧将她送去医院。 情况危及到连医生都形容她是死里逃生。 历经生死交关,张琪想及这次开唱向大家好好告别,希望所有歌迷能齐聚国父纪念馆,所有经典歌曲,都将在演唱会当天圆之原位呈现。 张琪的身父是当时干线的宪兵队军官,张琪是家中的第四个女儿,已出生及被当时无子女的养父张文伟收养。 1949年,张家随军抵台,在淡水落脚,但不久张文伟即被检举由小老婆,因而降调至北投宪兵队任队长,于是张家再搬至北投。 之后,二房生下妹妹张爱情与弟弟张国柱,然而张文伟此时染上不良嗜好,原本的小康家庭变成一瓶如洗。 不识字的张家大房黄旭男开始至工厂做工,幼年的张琪也帮忙打零工,如卖臭豆腐,挑鸡粪,替圣母怨洗圣袍等。 而当二妈生下张琪后,养女张琪开始被父亲疏远,甚至被欺负到爬至北投镇公所的大榕树上躲,得由大妈及养母黄旭男保护才赶回家。 在张琪十岁时,黄旭男心疼张琪成天遍体鳞伤,加上对张文伟绝望,打算带着张琪结束生命。 但因张琪提及弟弟妹妹,使黄旭男打消念头。 十六岁时,就读台北市私立于英中学的张琪被张文伟强迫修学,打工为付偿还赌债,后由黄旭男同乡介绍,至台北市长春幼稚园担任老师。 1964年,张琪十七岁时,警察广播电台举办交通安全歌曲演唱比赛并提供高额奖金,张琪报名参赛,一举获得冠军,考进了景广,空中歌厅,而当中的亚军及为张琪日后的歌弹琴旅谢雷。 那时张琪与谢雷分别于景广签约,每日需至景广现场演唱。 一直到台式现场直播节目,群星会,打算引进心血,景广的节目制作人李彭远带张琪与谢雷拜访圣之后,两人受邀参与,群星会,一开始两人是各自担任在大牌艺人演唱后的电荡小角色。 某日因为,群星会,出现三分钟空档,甚至临时要张琪与谢雷合唱一首歌曲一面节目开天窗,于是毫无准备的张琪与谢雷合唱了,月下对口,却因此大获观众好评而爆红。 1988年4月23日,台式播出周末剧场《台湾民间故事》的单元,新虎姑婆,张琪饰演虎姑婆。 张琪的巅峰期是与谢雷合唱了,傻瓜鱼也压头,而歌迷也一直认为两人私下也处于热恋。 然而在此期间张琪却爆发到嗓危机。 于是张琪减少曝光,1968年更被媒体一册与崔小平通匪案有牵连。 张琪到嗓期间,谢雷曾认真考虑与张琪假戏斟作,成为夫妻。 但张琪拒绝了她,这让很多粉丝十分不解,而这件事还是在多年以后才揭开了内幕。 据悉2018年在本土剧《炮仔生》中眼活阿玛一角的张琪,和姐姐张琪一同上年代, Much经典秀,姐妹两部锦绣初年轻时的绝美照,张琪还松口当年和歌坛营木情侣谢雷的一段情。 她爆料谢雷的四姐当时曾到自家说没,连喜柄都说好了,但与两人肩上都背着父亲赌债的重担,最后恋情不了了之。 张琪感慨和谢雷相遇时机不对,但豁达地说,年轻,快乐过,张琪还从过世母亲的床底下找到一纸铁盒, 里面放满她与谢雷的合照,可见那时母亲一心希望两人修成正果。 但张琪的婚姻经历也并非一片空白,而是几经周折。 张琪在1969年与幼时北投邻居,国小同学的哥哥杨静成在香港重逢而燃起爱苗并结婚,杨静成随同张琪回台湾工作。 杨静成回到台湾时,却正逢电影夜不景气,曾经整整两年没有电影可拍,家计全靠张琪为持,两人也因吵架摩擦健身分歧。 1978年5月,杨静成与张琪协议离婚,但因共育有一对儿女,所以不过几个月后又再度结婚,但在婚后不久,又因大炒二度离婚,直到1986年,有子女居中牵线,两人再次同居,四年后张琪再嫁给杨静成契金。 虽然张琪没能和谢雷在一起,但是两人还是很好的朋友,2018年时两人还现身公益活动,当时张琪透露因为膝盖半月板磨断及膝关节皱褶病变,痛了一年多后2017年7月决定开刀治疗。 张琪表示,因为半月板磨断,不止难以行走,连晚上睡觉只要动到就会痛醒,但因为需要奔走工艺,他决定双脚痛时动刀,他说,医生一开始说一个月就要回诊一次, 但因为我到处跑,左边的膝盖恢复得比较慢,直到不久前还从膝盖里抽出100cc的鞋水。 谢雷则表示,两人已经40年没合作了,推出新专辑时,也有可能找张琪再度合作,张琪听到后大方答应。 张琪特别邀请郭子干,王彩化及施文斌等艺人好友,希望吸引更多人捐款帮助,蓝迪儿童之家,若想因公益,将可获得用雷生奇巨爱演唱会门票。 两人合作默契好,也常有机会搭档演出,谢雷还笑说,我们一辈子纠缠不清,张琪还说,我们二个都超过70了,但为了孩子还是可以唱到唱不动为止。 两人的感情真的是让人羡慕,也希望他们能一直好好的。 张琪是蓝迪儿童之家终身志工,此前赴台中南门福伦社参加分享会,感谢福伦社捐赠交通车给蓝迪的孩子, 他笑说自己这条命是捡回来的,更要反馈社会,现在我不拼自己,拼孩子的未来,而步入老年的他,也从未停下自己的脚步,不久前还做起了主持。 据悉2022年6月6日资深艺人张琪受邀主持YT节目《如是我闻》,分享人生如何过得更快乐以及舒适好处等话题, 第一次访问金药法师的张琪口条流畅,且录制过程走位俐乐,加上他爽朗笑声,丝毫看不出刚涉猎主持领域。 张琪此前受访时谦虚表示,没办法跟综艺节目比,但又不能太震惊,录像前我实在没信心,每天都在怕。 据悉张琪同年3月接到《如是我闻》,邀约,他不仅分文为取且全心投入准备,提及合作缘分,张琪表示因为之前瘟疫的事情,菩萨保佑他能留在世上,他必须去做点事,所以康复后他更积极投入公益,之后便获节目邀约,接续佛法缘分。 张琪笑说,一听到要主持我先是害怕,我自己是个对佛法无知的人,虽然心底踏实地相信佛法必然存在,但认为只要是善事都该尽力去成就,秉持这个信念依然接下主持工作。 有趣的是,节目中聊到时下少子化问题严重,张琪幽默直言,少子已成了安全问题,现代社会的老年人已快超过幼儿,后悔自己当年没有多生几个。 风趣应对增添节目特色。 张琪对公益的职者和无私奉献,报答社会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和赞扬,最后我们也祝愿他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晚年。